中国真的是无神论国家吗 论信仰 中国人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少 一天一个神仙患者拜 都不再重样的 可要说中国人有信仰 又从不拜无用之身 拜神都是有目的的 在中国神仙更像是一种服务行业 所以才会有中华大帝不养贤神的说法 并且中国人会根据结果而弹性信神 外国人考试前 拜神是很虔诚的 他们会主动献出供养钱 或者抄写经文 考试过了 他们会觉得是神仙显灵 考试没过 则会认为是自己不够虔诚 而反观我国 考试前发现还没复习 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有的人就会随便找个什么神仙来保佑自己 能奉献出一包辣条的都算大方了 如果考试过了 那就是自己运气好 从会过人 如果没过就怪神仙不灵 外国人拜神 讲究唯一性 而中国人拜神主打一个广杂网 倒不是有多不爱 主要是觉得拜的多了 总有一个能显灵 反正也不吃亏 外国人信神是真的认为 自己只要足够虔诚 就能越来越幸福 可在中国 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压根不信神 但如果对方愿意给点鸡蛋礼品啥的 没准就有人愿意信了 因此有人说 中国是无神论国家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真的是无神论国家吗 其实只要浅浅思考一下 就能明白 中国才不是什么无神论国家呢 我们信神 信鬼 定期去庙里烧香 买房要看风水 结婚要选即日 啥事没有 还要去问两卦 哪里像无神论了 之所以要设这么多崇拜对象 就是因为中国的神仙 分工不同 一中天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 我在四川 见到一个人拜文昌菩萨 拜完以后 把功德钱交了以后 自己嘀咕了一句 哎呦 今天摆怼了没有 阿里来说 高考拜文昌菩萨没毛病 但男子却说 孩子考的是美国斯坦福 担心文昌菩萨不懂英语 一中天老师就建议 男子去拜圣母玛利亚 男子又担心圣母玛利亚 不懂四川话 能想到这个层面 怎么不算虔诚呢 中国人拜神只是拜得多 不代表不信 就拿财神爷来说吧 生活中从来没有人说 信财神爷是封建迷信 每逢大年初五 一个个赢财神赢得可欢了 而且信财神还不分穷部 甚至越有钱的人越信财神 有多少人是越老妙看都不看 财神殿钱却常规不起的 在一众神仙中 财神爷的香火总是最旺的 中国人如此虔诚 为何还会被认为是无神论国家呢 中国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无神论国家 原因可以分为三点 首先中国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对于神灵和信仰的专注程度 主要取决于灵不灵 要是灵 香火供品要多少有多少 谁也别想说一句神的坏话 经常被要求给圣母让座的 乐山大佛就是非常灵的代表 起初人们修建乐山大佛 是为了降服水妖 神奇的是 修好后水患真的得到了控制 从此乐山大佛就香火不断 而如果信的佛不灵 老百姓可就没那么和善了 妙都能给你拆了 2022年1月 浙江沥水一男子连砸七座寺庙 只因半年前 男子向佛祖许下买彩票中大奖的愿望 并给四个寺庙捐了香火钱 可半年过去了 男子一次奖都没中 意想到自己搭进去的香火钱 就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便去寺庙将佛像尽数砸毁 其次 我们拜神跟国外不同 与其说拜神 更多的其实是敬祖 不是因为神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才拜 而是人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才能成的神 比如妈祖大雨神农 最后或许神仙上班也没雨 难免会有不灵的时候 大概从周朝开始 人们意识到神不是无所不能的 就从性鬼神转变为众人士 国度性神会被视为空间迷信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